各位看官 伤情罪事晚良天 憔悴私人不堪怜 妖酒催长三杯醉 寻香惊梦五更寒 拆头奉鞋清有泪 涂迷花了我无缘 小楼寂寞心愉悦 也难如垢也难缘 一首定长诗感慨一下 68岁的周润发 据传中风入院 而且是帕金森症的早期 为了治病 发歌已经整整停工一年了 在众人静等他 传出康复的喜讯的时候 港媒泼凉水 据他们爆料 周润发病情一直处于 持续加重的状态 如今又患上中风 已经昏迷了多日 期间不仅没有一个旧友来探望 连妻子也消失的无影无踪 老人常说 不怕没钱花 就怕身边没人 落个孤单寂寞的晚年 谁曾想辉煌一声的 发歌刚丧失行动能力 地位 顷刻间荡然无存 步上孤寡老人的路子 什么情况啊 这个周润发 怎么老了以后 落得如此的田地啊 六月底 新电影 别叫我赌神 上映 许多的老影迷 摩拳擦掌 等待老年版的发歌 霹雳亮相 可是呢 发歌 看完后呢 这是挂着一部传统港式赌片 外皮的夸张的催泪剧 单薄的剧情 尴尬的摆拍 然后呢 有人评论说 若不是有情怀在 看他还不如看喜洋洋呢 最起码人家是教育科普片 有一个网友说了 以前的周润发是质量保证 如今呢 却是烂片的保证啊 晚节不保吧 可以说是 但是细烂归细烂 前期的宣传呢 发歌不缺席 以至于累到身体 超负荷运软 偏偏周润发呢 一直有个爱好 每隔一段时间 就去跑一次马拉松 出事前呢 说他刚好参加了一场百人比赛 但是途中呢 不幸摔倒 导致肋骨骨裂 四肢不同程度的擦伤 事后医生嘱咐他 年轻人遇到这种情况 都得休息个三个月 更何况他60岁多的老朽身躯啊 可他偏偏不听 憋了一个月以后 急吼吼的报名 香港街头的职业赛 已经受到了皮包骨 好似随时会摔倒 身边还没有一个保镖助理跟随 结果惨了 身体亏空 又大肆宣传电影 七月初又感染新冠 多种疾病相加 身子彻底垮到 连带呢 扯出了中风并发症 丈夫跑马拉松 这个他的老婆陈慧莲 不归劝 丈夫病倒到医院 他索性不露面 难道这昔日的模范国妻 也难逃名村实亡的结局吗 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陈慧莲呢 身体也不行了 他也力不从心 陈慧莲的旧疾复发 一直在病房常住 自然也没有精力 再照顾发哥了 这都是老两口 没孩子 关键是没孩子 记得周润发呢 这个当时称自己百年以后呢 把名下所有的遗产 都裸捐给福利院 还有网友替他算了 他的遗产呢 至少得有上百亿 如今呢 周润发的身体亮起来红灯 2008年到2013年 周润发整整提过八次 要裸捐 周润发自己也说呢 捐款至少还要等40年 因为自己目前没有钱 否则不会 这个年纪还时不时的 出来拍戏 周润发的裸捐啊 所以大伙可能等不到了啊 但是呢 周润发还是做过一些慈善的 你比如说 把这个和 巩俐啊 拍戏的一些 这个纪念品拿出来拍卖 拍卖完了以后 给这个慈善基金啊 我们再聊聊发哥的情史吧 年轻的时候 周润发呢 因为陈玉莲的一句分手 悲愤交加到要自杀 纯情啊 结果刚分手一个月 就和余安安洗劫连礼 他 这个就是 当初的周润发 他是许文强 也是赌神 周润发呢 说我长得并不潇洒 但我身边从不缺女人 也是 圈里的朋友一致公认啊 你比如说 谢贤 说他身边的女人比我都多多了 情场得意的浪子谢贤 知道了很多内幕啊 网传周润发每拍一段戏 都会传出一段恋情 不知道是为了炒作剧呢 还是事实如此啊 要说 让公众认可的第一任 当属 木千人了啊 木千人 是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的才女 而周润发家境不好 两个人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一个来娱乐圈体验生活 一个来挣钱养家 本来不该有关系的两个人呢 在一次一次次的搭戏过程中呢 是擦出了小火苗 木千人呢 和众多的港星呢 也都是一样 通过选美出道的 虽不是冠军 但他却获得独一份的上镜奖 在几十年前的香港的选美 还真看得下去啊 现在还真看不下去了 因此呢 也获得了公司的力捧 周润发和木千人 也因戏生情了 他们共同出演狂潮 这个剧呢 拍摄一年之久 也为他们的暗生情思 提供了机会 那个时候呢 他俩在一块 有说不完的话题 站在一起呢 就像一对碧人 不仅如此 清诚之恋 也为他们的爱情助力 还是天意弄人呢 当木千人在这部剧 获得最优秀女一号提名的时候 他们的感情 也因为一件事 走向了周润 就是木千人被拍到 和陌生男子 一起牵手的照片的时候 网友怀疑他 因为攀上高枝 甩了周润发 而此时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回应 到底是已经和平分开 还是有人对感情不忠呢 后来周润发的一句话 给了网友答案 周润发直言 他们后来聊不到一块去 实在没有共同的话题 只好和平分手了 说他不懂我对钱的苛求 我也不懂他对肚子里的 那他肚子里的那些墨水 总之一句话 我们不合适 别猜了 一个穷小子和一个富家女 就这个结局 不过呢 周润发很快找到 下一个恋爱对象 直到陈玉莲的出现 周润发说呢 自己才有了结婚的冲动 陈玉莲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香港最火的女艺人之一 当时火爆成怒 堪比如今的中国的刘亦菲 他饰演过王允烟 小龙女 黄蓉 小钊 等 决策 纵观他的 经历 发现事业不顺利 感情呢 一直是磕磕万万 出生在 中国香港的一户 普通的家庭 就算家里再苦 父母呢 也尽力 让他像别家的孩子一样 让他觉得很幸福 这样的幸福呢 却很短暂 上世纪七十年代 家里边实在没法支撑的上学了 小小年纪只能出去挣钱 陈玉莲 不幸 也万幸 长相出众的他呢 被一个娱乐杂志邀请当模特 这件事他不愿意干 但是为了生计也没法 这期间呢 赚的钱呢 也足够解决一部分温饱问题 所以他很想换一份工 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有一个前辈给他想了一个办法 让他适时去当演员 他去香港的TVB考试 并成功的录取了 但是呢 陈富认为呢 他的女儿很单纯 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不安全 事实证明 他父亲担心的非常有道理 18岁出演郑少秋版的 《一天屠龙记》 小招一绝 后来呢 又出演了大亨 这部戏呢 也是众星云集 缘分呢 让他在这里遇到了痛苦不安的 让他痛苦不安的周润发 周润发和陈玉莲有一段众人皆知的故事 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相爱 而是因为周润发的过激行为 当陈玉莲刚进游乐圈的时候 周润发已经寄身当红艺人的行列 初次见面 他们互相心生爱慕 可能遇到真正心动的人是不敢轻易表白的 所以他们只能把这份爱藏于内心深处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扰乱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平衡 这个人对陈玉莲一见钟情 狂热追求 但他始终没有同意 正好赶上陈玉莲的生日 所以周润发跑去为他买了玫瑰花 此花寓意为何 自然就不必多说了 陈玉莲一口答应了周润发 那么当时的娱乐圈 谁官宣恋情都会被骗 都会被骂得很惨 不知道是公司的阻碍 还是他们的想法 总之他们一直没有公开 但是终究只是包不住火的 这场恋爱不那么高调 但总归有迹可循 媒体多次拍到他们一起出游吃东西 因此他们的感情 也迎来了最大的困难 到底是公开 不是公开 同一时间周润发饰演的许文强 这次大火特火 更多的人知道他俩在恋爱 这个时候陈玉莲也正值事业的巅峰期 但等待他的不是一个好结果 随着他也要大火 新剧出来炒作的时候 怎么能爆出恋情 于是公司通知他赶快分手 否则你知道什么结果 陈玉莲不知道公司怎么办 但是最坏的结果 他也想到了 就是不干了 但是陈玉莲承认了恋情以后 他的公司却把他血藏了 他保留住了和周润发的恋情 但是演艺事业却没有了 周润发能给他一个未来吗 周润发的工作依旧和之前一样安排满满 但是陈玉莲就变成了一个闲人了 异地很久才见一次 他的坚守也没有换来周润发家人的这种肯定 陈玉莲适事为周润发着想 但是周母认为自己的儿子是正值火爆期 陈玉莲没有工作是攀高枝 所以对未来的儿媳妇的嫌弃 异于言表 周润发没有照顾到他的情绪 时间越久 隔阂越大 这段恋情的第五年 陈玉莲忍痛提出了分手 不知道为何周润发可不答应 周润发说 你如果跟我分手 我就死给你看 结果周润发就把家里的洗洁经一饮而尽 幸亏并无大碍 这也让陈玉莲更加坚定自己的离开 好家伙 这家伙不成熟说的 那么他俩就分手了 分手以后 陈玉莲独自在娱乐圈要杀出一条路 发哥分手以后 一个月以后就官宣和一个女子结婚了 可能是在赌气 他的婚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他们因为同一演出 持女相识 他就是于安安 好巧不巧 这个时候他刚和尔东升分手 可谓难兄难妹 相互同情一发不可收拾 可是呢 结婚以后呢 他发现发哥是个会变脸的男人 婚礼结束以后呢 就对他一直冷淡了 有一次他闹小情绪说 要不咱就分开吧 没想到他认真的说可以 他们就离婚了 仅仅九个月的时间 可想而知啊 这个发哥对他真的是不爱 他没娶到陈玉莲离开UII 但是他遇到了陈慧莲 这个新加坡富商的女儿 他们相识两年开始交往 自信的发哥对他说 咱们可不一定会结婚呢 后来陈慧莲呢 他回答很炸裂 说结不结婚不重要 但是呢 周润发最后呢 还是向陈慧莲说 行了我们结婚吧 陈慧莲答应了 他们婚后呢 非常相爱的 婚后不久呢 陈慧莲就怀孕了 可是呢命运弄人 他们沉浸在喜悦中的时候呢 即将生产的他到医院去产检啊 发现胎儿期待绕井 死在腹中 从那个时期到今天 这对夫妻一直没有孩子 他们一直相伴到老啊 可是呢 晚景 现在呀 因为没有孩子 两个人的身体都不行了 比较凄凉 各位啊 所以 孩子还是很重要的啊 发哥在演艺圈 还有好多好朋友啊 跟陈慧莲见面的时候 两个人还是非常亲热的 那不知道 发哥现在在医院里边 有没有昔日的好友去看望他 照顾他呢 说来说去 丁克的家庭到老的时候 没有不后悔的 各位 你即便是试管婴儿或者是领养一个也好啊 我电视前面的这些观众们啊 记住了 年轻的时候嘴硬丁克 到老了 你就后悔了 不要走这条路啊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